天龙八步已经被翻拍了很多版 看的时候你是不是想问 前七步怎么不让播的 嗯 你要闭嘴 天龙八步都有哪八步 和金庸的天龙八步又有啥关系呢 天龙八步这个词出自佛教 佛教说了 人死了 魂还在 还会投胎 这叫轮回 轮回有六个方向叫六道 分别是三善道 也就是天道 人道 阿秀罗道 以及三恶道 畜生道 恶鬼道和地狱道 天道 最上档寸 纯享乐 不知苦为何物 只要好好修行就不会出什么乱子 大伙上兄弟多了 别只会说菩萨保佑 人道就是当个普通人 生活在人间 那个方案今天赶不完就被回家 哈嘞老板 阿修罗道上的都是杠精 脾气大 一言不合就暴走 开杠吗 畜生道比较苦哈哈 恶鬼道比较倒霉 永远再挨饿 从来吃不饱 我饿呀 最惨的还是地狱道 不说了 八十八斤 而天龙八步 也就是八个怪物 分布在其中四道上 分别是天道里的天仲 锦纳罗 千达婆 畜生道里的龙仲 加楼罗 魔护罗家 恶鬼道上的夜叉 以及阿修罗道上的阿修罗 那和金庸先生的天龙八步 有什么关系咧 金庸的天龙八步 其实就是八个怪物 在人间的故事咯 天仲是天道上的扛把子 疏离把天仲光环带头上的 就是乔峰 乔达达了 歌神锦纳罗能歌善舞 是天上的气氛活跃组 带指古灵精怪的阿子小姐 香神前拿婆浑身发香 是行走的香料 表想阿猪的闺房 听香水泻 畜生道的龙仲 是八步的第二主角 是条土豪龙 金庸先生 把他安排给了段玉 神仙姐姐 我想你想的好苦啊 加楼罗是个巨型神鸟 头上有个大牛子 把龙当下酒菜吃 小说里揪摩制 就是典型代表 能够和贫僧打成平手的 世上没有几人 摩古罗加 是个人头蛇身的大怪物 力气大 但傻乎乎的 但故事里 虚竹刚好匹配 小说是出家人 获子绝孙 很合理啊 夜叉是个很牛掰的神 通常团体作战 小说里的四大恶人 就是夜叉组合 我有无恶不作 我才是老二 阿修罗是八步里皮最臭的 没人愿意跟他一个道 是小说里的慕容妇无疑了 什么南南北北的 这世上只有慕容 了解了这些 你就是天龙八步的资深观众了 那咸龙四八掌是哪几掌嘞 你先唱一遍南天内经 那咸龙四八掌